大家好,你们知道生肖本命佛吗? 本命佛可不是乱请的哦 一不小心可能就请错了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 十二生肖分别对应的是那些本命佛 看看你有没有请对 十二生肖守护神又叫做本命佛 源自于佛教文化 风、水、地、火、空五大元素所组成的相生关系 因此才有了八大本命佛来保护十二个生肖 首先生肖为属的人 本命佛是四臂观音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 通常为一念四臂 头戴五佛观 身着天衣 佩戴各种珠宝饰品 其四只手臂分别持有不同的物品 如莲花、念珠、摩尼、宝珠等 四臂观音的形象和所持物品 都代表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例如莲花代表纯洁和清净 念珠代表慈悲和智慧 摩尼宝珠代表财富和幸福 生肖为牛和虎的人 本命佛是虚空藏菩萨 他一手拿莲花 一手吃宝剑 虚空藏菩萨为三世诸佛第一福尘 功德浩荡变满虚空 智慧无边横杀南语 他象征着诚实和富有 生肖为兔的人 本命佛是文殊菩萨 右手持金刚宝剑 能斩群魔断一切烦导 左手持青莲花 花上有金刚般若 金卷宝 象征所具无上智慧 做其唯一狮子 表示智能威猛 文殊菩萨为众菩萨之首 文殊菩萨又称法王子 为智慧之象征 为属兔人增长智慧 斩断烦导 生肖为龙和蛇的人 本命佛是普贤菩萨 他和释迦牟尼 文殊菩萨合称为华言三圣 普贤菩萨 不但能广赞诸佛无尽功德 且能修无上供养 能做广大佛事 能度无边友情 其智慧之高 愿行至深 为佛能知 事称为十大愿望 代表着大行与大德的化身 生肖为马的人 本命佛是大士智菩萨 大士智菩萨 是阿弥陀佛的右协使者 又称大精进菩萨 简称为士智 与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合称为西方三圣 他头顶宝平内存智慧光 让智慧之光 普照世界一切众生 使众生解脱血或刀兵之灾 得无上之力 被认为是光明智慧第一 所到之处天地震动 保护众生 免受邪魔所害 代表着平稳和顺利 生肖为阳和侯的人 本命佛是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 是佛教至高无上的本尊 是最高阶层的佛 为佛教所尊奉最高神明 他统率着全部佛和菩萨 是辩造一切世间万物 而无任何阻碍的法体 他象征着光明和理智 扫除黑暗 勇往直前 生肖为基的人 本命佛是不动明王 不动明王为佛教八大明王首作 具有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 均能扫除障难 并不为动摇之意 不动明王显现分路相 是侵扰众生之邪魔畏惧 他是理性的化身 帮你扫除障碍 坚定信念 生肖为狗和猪的人 本命佛是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 观自在王佛 甘露王 密号为清净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与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合成西方三生 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 能够默默守护着你 帮你逢凶化吉 摆脱烦恼 健康长寿 家人们 你们的本命佛都请对了吗 关注我 可以了解更多喜马拉雅文化